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学习以下吧 首先我们来看 首先不要把作文看得怎么样 太严肃 那怎样才能不把作文看得太严肃呢 相较课版表达方式中规中矩的作文啊 的作文来说啊 语言风趣幽默春满同趣的 读句个人风格的说话方式 更受别人的欢迎和喜爱 所以在写作的时候呢 不需要把文章看得太严肃 只要说出自己心中所想 保持自己的语言风格 将话说清楚就可以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一步 首先不要把作文看得太严肃 那第二步 其次呢多从生活中积累素材 上节课我们就告诉大家怎样来积累素材了 什么样的素材可以被积累 来看 其实我们的身边呢总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小事 无论是看到的听到的还是亲身经历的 哪怕是一点小小的波澜 甚至你突然发现校园的某个角落里突然开了一朵花 都可以作为什么 写作素材 关键看你能不能把这些素材积累下来 在写作的时候用上 那我们积累素材并不是说在用到的时候才要积累素材 积累素材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情 以便于我们在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需要用到了 能够及时的把它怎样啊拿出来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二步 要多从生活中怎样积累素材 第三呢要表达自己的什么 真情实感 这一条非常的重要 无论自己语言组织的功底如何 能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就是好作文 那即使你的感情在别人看来可能有点荒诞 有点难以理解 但只要是真实的 就怎样啊 值得肯定 现在呢我们只要求大家怎样 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让自己写出来东西是怎样呢 真实的 这个呢就值得肯定啦 那来看第四步 要养成积累好词家具的 积累好词家具的习惯 什么是好词家具呢 书能通过文字把整个世界带到我们的眼前 是整个人类智慧的结晶 我们呢在读书的时候 不仅要学会书本带给我们的知识 更要积累书本中的妙词家具 将它们变成自己的 能在说话 写作的时候 信手拈来 这样呢就有助于我们写作能力的提升 这一步就要求什么啊 我们多多的来读书 从书中来积累什么 妙词家具 好词家具 那怎样养成积累好词家具的习惯 首先我们就怎样 养成好的阅读习惯 是不是 那大家课下一定要多多读书 好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咸咸小伸手的环节吧 一起来看 相对刻板表达方式中规中矩的作文来说 人们更喜欢哪种作文呢 更喜欢哪种作文啊 更喜欢语言风趣幽默 充满童趣的 读句客人风格的作文 会怎样 更受别人的欢迎和喜爱 也就是说 我们轻松一点的 不要太严肃的 这样的作文更受大家的喜欢 对不对 看来大家已经理解了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 小结吧 我们看 怎样才能让写作成为自己表达的需要呢 这是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内容 首先 首先怎样不要把客龙看得太严肃 其次呢要多从生活中积累素材 然后要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非常的重要 第四点 第四点要养成鸡雷好词家具的习惯 大家都记住了吗 课下记得要多多的时间来运用这些方法哦 好了 让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